第191章 真正的影子 一进更衣室 庆辰发现 赫然发现 李淑彤正美滋滋地吃着哈密瓜 衣服也换成了白色那一面 还没等两人说话 两名女医务人员便走上前来给庆辰处理伤口 那位随行的工作人员则递上一张卡片 这是您今晚出场的分红 从今晚开始 只要你出场比赛 全馆的赌持与门票都将给您分红 这是多少钱 庆辰问道 112万 工作人员客气道 李淑彤放下哈密瓜若无其事地说道 挺高的呀 海棠拳馆一出手就是虎量级拳王的分红比例 工作人员更客气了 您真是懂行 这分红比例确实是唐老板专门交代的 按照虎量级拳王的级别来 中量级以上的拳手就能参与分红 但普通拳手分到手里的钱 跟每一级拳王能分到的钱 天差地别 这也促使着那些有野心的拳手 每年都要想办法争夺各级别拳王头衔 另外 工作人员说道 我们这边也想问一下小土同学 想要什么时候打陆地巡航级那场比赛 这件事情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庆辰说道 好的 没有问题 工作人员退出了更衣室 庆辰身上的伤口也处理好了 李淑彤笑道 从此以后你都不会特别缺钱了 庆辰看着师父 之前对方要给自己精条 自己没有接受 其实那时候大家虽然是师徒了 但关系也没有这么清静 走了一遭002号晋级之地 又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如今庆辰接受起来反而理直气壮的 说到底 还是早些时候的庆辰没有安全感 那时候双方是师徒 这时候已经情同父子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少年也不需要再坚持自己的自尊心了 而且 李淑彤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连这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都是让庆辰自己亲手赢回来的 这位师父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师父你觉得我现在适合参加陆地巡航级比赛吗 庆辰问道 我觉得 你可以先在虎量级里玩玩 李淑彤想了想说道 而且我觉得 你需要一个适应战斗的过程 就像你今晚打黄子贤一样 他早就很清楚 自身体重已经承载不了同级别力量了 但你缺乏实战经验 所以对此一无所知 在李淑彤看来 自己这位学生拥有超义这种天赋异禀的能力 只要适应一段时间就能快速复制别人的技巧与经验 所以 积累与沉淀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李淑彤想了想说道 我建议你之后每天晚上都来看看比赛 不管上不上场 对你来说看比赛都是必须的 庆辰明白师傅的意思 因为他的级别晋升要比其他人更猛烈 一步就跨到了一级巅峰 所以他需要学习 观察 思考 走吧 回家 李淑彤笑道 这次师傅也可以坐一下海棠拳馆的保姆车 算是负贫子贵了 走出更衣室 好多观众认出庆辰便亲切地打招呼 还有人眼中闪烁着崇拜的目光 这并不稀奇 毕竟这本身就是个木墙的世界 不过李淑彤的举动就很奇怪了 只要有人认出庆辰 他就会对别人乐呵呵笑道 刚才看他的比赛了吗 这是我儿子 厉害吧 庆辰看着这一幕无声地笑起来 结果一笑便扯动了自己脸上的伤口 以至于笑得非常难看 两人离开场馆的时候 那位身穿金色礼服的老板娘江小棠 已经等在门口 他笑面奄然地对庆辰说道 恭喜你啊 我是这家海棠拳馆的老板 江小棠 谢谢 庆辰说完钻进了保姆车 只是 后面的李淑彤带到庆辰上车后 忽然认真打量着江小棠 笑了笑说道 不错 比小时候稳重多了 说完李淑彤也上了保姆车 留下江小棠 正正地站在拳馆门口 这位美艳且年轻的老板 转身走进拳馆 他摇曳着腰枝 走进独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静静地给自己点上一颗香烟 轻鸟的烟气 似乎在安抚他起伏的情绪 江小棠知道 那张陌生的面孔下 是一位自己最熟悉的长辈 对方或许容貌改变了 但声音没变 而且这位长辈也很清楚 他能认出对方的声音 倒计时48 零点 回到洛神大厦132层 庆辰忍着伤口的疼痛 呲牙咧嘴地窝在沙发里 师父 我这伤多久能好 你这次伤得比较重 就算拳馆给你用了最好的药 也得一个星期吧 李淑同估算着 看来 我得带着伤回表世界了 庆辰叹息道 李淑同校盈盈地问道 对了 你还没说到底 抓住了泱泱什么破绽 庆辰想了想说道 我目前猜测 他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留得住 才选择了我所在的班级 留得住 李淑同问道 嗯 在表世界里 他才是您的学生 当然 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了 庆辰说道 但大家有一点能肯定的是 他确实在18号监狱里 而且也确实跟你有联系 觉醒立场的超凡者 其实不用像其他人一样抱大腿 李淑同说道 所以 我觉得 他其实是冲着18号监狱来的 庆辰说道 一开始他想要观察留得住 但后来 他发现 我可能更有价值 也可能距离您更近 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嗯 是有一定道理 李淑同说道 师傅 现在都有哪些势力盯着18号监狱呢 仅仅是为了A4005吗 李淑同校了 当然不是 就连郭虎禅也不是为了A4005来的 那是为了什么 庆辰疑惑 是为了A4002 李淑同说道 庆辰恍然 原来如此 之前他曾问自己师傅 有没有见过S级禁忌物 对方的回答是 说不定很快就能见到了 所以 这个S级禁忌物 一直都在18号监狱里收容着 而且至关重要 他们知道 A4002是什么东西吗 庆辰问道 不知道 李淑同摇摇头 事实上 这个禁忌物出现的也很奇怪 因为他是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吸出的 普通人身上 吸出S级禁忌物 庆辰惊诧了 这不符合规则呀 嗯 所有人都觉得不符合 李淑同说道 但有人告诉我说 那位普通人 其实本可以成为S级超凡者 但那位普通人大致近腰 一直觉得自己的智力 便已经足够横贯当事 就不需要觉醒 成为超凡者了 于是就没有成为超凡者 李淑同看向庆辰说道 按照李世杰的血缘关系 这位普通人 还是你的老祖宗 庆氏影子 原本都难善终 他当影子时 被逼无奈 最后选择掀了桌子 一夜之间 庆氏蝶血事变 江山一主 很多超凡者死后 都会有人时不时 去看一眼他们的目的 看看有没有禁忌物吸出 唯独这一位被人遗忘了 因为他压根 就不是超凡者 李淑同介绍禁忌物 A40020 将诚音说得很详细 但他却没有提及 这个S级禁忌物的作用 收容条件 还有来历 师父 您不会是去盗墓了吧 庆辰迟一道 想什么呢 李淑同哭笑不得 骑士不会做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情 庆辰想了想 那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势力 盯上18号监狱了 那现在都有哪些势力在里面 黑淘 禁忌裁判所 陆导 李淑同看了庆辰一眼 庆辰分析道 陆导首先排除 泱泱不会为陆导做事 为什么 李淑同问道 因为表世界华人 看不上陆导那群人 庆辰笃定说道 如果表世界华人 给陆导做事 跟叛徒无异 那他也不会是禁忌裁判所的人 李淑同笑道 禁忌裁判所 是超凡者的天敌 没有超凡者愿意加入之后 晚年还被收容 那就只剩黑淘了 庆辰说道 当排除一切不可能 剩下的唯一选项 就是答案 泱泱是个不拘一格的性格 他可以深夜造访庆辰家 可以口无遮拦 所以 在外界眼里 他和庆辰的关系很近 但事实呢 两人互坑之间 都心知肚明 彼此依旧在相互防备 相互试探 相互利用 庆辰需要他的重力仓 而他需要庆辰在里世界的身份背景 李叔同笑着问道 你觉得 他是想通过你 从我这里得到禁忌物 庆辰摇摇头 这么聪明的女孩 肯定知道 不论他如何努力 跟我关系多亲近 您都不可能 把S002拱手相让 所以 他的目标并不是夺取禁忌物 这时 庆辰陷入沉思 恐怕他穿越而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背负着黑淘的任务了 但泱泱是时间行者 自然不会对原主所在的组织 有什么归属感 所以 他肯定也不愿意跟郭虎禅 一起玩命执行任务 庆辰继续说 但组织是他背后的力量 泱泱这么聪明 也不会坐视自己的组织损失惨重 所以 他或许是想保全郭虎禅和组织的力量 李叔同笑道 我觉得郭虎禅那个光头 其实人还不错 如果是这位小姑娘给他求情 我饶他一命 也不是不行 师父 应该还有线索 庆辰说道 他闭上了眼睛 认真检索着所有回忆 表世界的相遇 李世界的重逢 庆辰的教室 午后的轻轨列车 一切都像是走马灯似的 在他脑海中不断闪现 庆辰忽然睁开眼睛说道 师父 周日学生游行的那一天 应该就是他们计划动手的那一天了 学生游行的终点是上三区 到时候 全城警力与联邦集团军的驻军 都会聚集在那里 就不会有人去关注18号监狱了 这就是他们 发起学生游行的目的 李叔同看着学生的认真神色 笑道 不用担心 我等很久了 待到那一天 咱们给这位小姑娘一个惊喜 庆辰心说 那可能不是一个惊喜 而是惊吓 对了师父 我上拳台成为拳手 样貌必然会被很多人记住 这个真的没关系吗 庆辰问道 你已经和庆氏庆辰 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李叔同说道 修改你未来的痕迹比较麻烦 但想要修改庆氏庆辰过去的轨迹 对一来说并不算难事 说着 李叔同拿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那上面的人赫然与庆辰 最多有两分相似 如果有人查庆氏庆辰的档案 那么他们会发现 此人的样貌和你毫无关联 李叔同说道 你现在是小富商之子 虽然姓庆 但跟庆氏没有关系 可是 有很多人见过我 庆辰说道 我已经确认过了 见过你长相 知道你真实身份 并且还能记住的 无非就那么几个人 其他人早些年虽然见过你 但他们怕是 早就记忆模糊了 看到这张照片 也不会多想 只觉得是照片里的你长残了 李叔同说道 至于那些还记着你的 神代空音那边相距极远 不用担心 李依诺那边 你也不用担心 秦城那边只有小义 才到我身份 剩下的 就是庆辰与18号监狱里的囚徒 嗯 庆辰思索片刻 应该没错 庆辰昨天已经死了 李叔同面无表情地说道 18号监狱里的囚徒 也不必多虑 他们很快就没法 开口说话了 庆辰愣了一下 按照这位师父的狠劲 言下之意是那些囚徒 他知道杀人灭口 但他从未想过 师父竟然要杀这么多人灭口 不对 庆辰豁然转头看向李叔同 师父 您现在其实是在完成 A4002的收容条件 对吗 李叔同笑而不语 如果按你所说 我已经和庆世庆辰再无瓜葛 那我还怎么参加影子之争 后续的任务都无法领取啊 庆辰疑惑不解 没关系的 不用去领任务 李叔同说道 影子之争从来都是两条路可选 只不过有条路太残酷 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了 什么路 杀掉其他候选者 只剩你自己 这是最残酷的一条路 也最简单粗暴 说到这里时 李叔同才更像是那位 久居上尉的当代骑士领袖 这才是庆辰刚刚穿越到 18号监狱时 所见到的那位李叔同 可是 如果我跟庆世庆辰长得不一样 那我就算把其他候选者都杀掉 也不会得到庆世的认可啊 毕竟都不是庆世的人了 怎么当影子 庆辰更加迷惑了 别担心 还有一个人知道你的真实长相 但我还不能告诉你是谁 李叔同笑道 记住 被所有人遗忘的人 才是真正的影子 第192章 弥补庆辰的短板 黄子贤被打哭 是因为你的骑士真气吧 李叔同问道 嗯 庆辰点点头 李叔同感慨道 那你这真气 有点辣眼睛啊 庆辰说道 还好您在我开打之前提醒了一下 我才想到自己 还有这方面的优势 师父 我想知道 其他骑士的真气 都有什么效果 有跟我一样的吗 李叔同说道 骑士真气五花八门 但还真没有重复的 你师伯的是让人呕吐 你师爷的是让人有触电感 你二师爷 是让人产生喜欢他的错觉 等等 庆辰震惊莫名地看着师父 为何二师爷的骑士真气如此霸道 这我也不知道 李叔同叹息道 在实战过程里 他那骑士真气还挺好时的 能让人士气下降 本身跟他正生死搏杀呢 打着打着 忽然就下不去手了 这样看来 师父你的真气 已经算是相对正经的了 庆辰感慨道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的骑士真气 都有益于战斗 李叔同说道 有一位骑士前辈的真气 能让人产生亢奋的错觉 所以 前辈第一次把骑士真气 灌注在敌人身上时 挨打挨得特别狠 庆辰听了目瞪口呆 然而 这时李叔同说道 骑士组织中 从未有人真气 跟别人的效果重复过 但你的除外 庆辰疑惑 我 难道骑士组织出现过 同样能让人流泪的真气吗 对 李叔同点点头 还有哪位前辈是这样的 骑士组织的创始人 就是在青山绝壁上面 刻下永远少年这四个字的人 李叔同说完站起身来 早点休息吧 师父出去办点事情 接下来一天的时间 你可能都看不见我了 后天周日早上 我带你回18号监狱 嗯 庆辰问道 师父 我能独自去拳馆吗 当然可以 而且 那里也是你 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 李叔同说道 待到你什么时候 不用骑士真气 打败虎量级对手 就可以去考虑 下一次生死关了 倒计时四时 零点 早晨八点钟 门外传来敲门声 庆辰脑子猛猛地 从床上爬起来 起身时 浑身的伤势 都开始撕扯般疼痛 仿佛整个人 都要裂开似的 但他一生都没坑 只是缓缓移动到门边 谁啊 泱泱的声音响起 我呀 一起上学了 那个 庆辰犹豫了一下 我今天有点事情 先不去上学了 你们去吧 门外的泱泱 与正义相识一眼 感觉有些奇怪 泱泱问道 你这声音怎么了 听起来有些不太对劲 此时此刻 庆辰半边脸 都肿得跟面包一样 说话都有点漏风 听起来当然不太对劲 他之所以不去上学 也是担心被同学 看见自己 这富贵样子 而且 他今天确实行动不便 稍微一动就疼 庆辰是个很坚强的人 这会儿 哪怕再疼他都没出一声 但坚强也不意味着 他要顶着伤势去上学啊 那不是坚强 是傻 庆辰想了想说道 我没事 你们赶紧上学去吧 不然就要迟到了 好吧 杨杨拉着正义的手 往电梯走去 两个女孩到66楼 坐上轻轨列车 正义小声说道 你不担心庆辰同学吗 我感觉他好像出问题了 没事的 杨杨帮庆辰员了一句 他可能就是没睡醒 这人以前就喜欢逃课 杨杨已经判断出 庆辰受伤了 但他没想明白 对方是如何受的伤 两个少女 站在拥挤的列车里 杨杨身旁 始终有一层立场 笼罩着两人 所有想要 靠近过来的人 都会被无形地划开 就像是两块同级的磁铁 永远无法靠近 引发少女正义 一只手拉着轻轨的吊环 一只手拉扯着 自己的小胯包 他看着轻轨 从空中驶过 从一栋又一栋大楼里穿梭 不知道为什么 心情便格外愉悦 可能是因为 自己的生活负担小了很多 也可能是因为 稍显孤僻的他 多了个朋友 这时 杨杨问道 正义 我昨天看到你包里 有一只民用的电机棍 你平时身上 都带着这个吗 嗯 正义点点头 我家在第九区 每次周末回去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在那里如果出事了 就算报警的话 等警察到现场 也都两小时之后了 这么慢 杨杨皱眉 嗯 正义点点头 妈妈说 那些联邦警察 是怕犯罪现场有枪 如果去得太及时 他们也可能被枪击 如果去得晚一些 等案件结束后 他们收尾就好了 九区的人命 不值钱的 杨杨看向窗外 明明是一座 看起来就非常美丽的城市 一座座建筑仿佛处立在先进之中 但底层的生活 却如此艰辛 他昨晚无意中 拉开正义的冰箱 却发现 里面只有最便宜的蛋白棒 桌上还有最廉价的 复合维生素 那一刻 杨杨就明白 正义为何要努力学习了 那是底层人民 能做的最后努力 他们只能通过知识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了学校之后 杨杨忽然发现 高二三班的同学们 正焦头接耳 待到他和正义进班后 大家的讨论却停止了 纷纷朝他看来 他好奇地问了一位男同学 怎么了 这是 昨晚有两位同学 跟着他们表哥去看全赛 结果发现 跟你很熟悉的那位转校生 竟然就在全台上 男同学低声说道 他们说 沁晨同学在海棠拳馆 还有个花名叫沁小土 昨晚第一次 以新人身份定级 定了虎亮级 八角龙里 可分生死的黑拳 上不了台面 然而很多联邦人 就喜欢看这个 尤其是青少年 那位男同学 好奇地看向泱泱 昨天你们俩 不是放学一起走的吗 你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 泱泱达到 那位现场 看过全赛的同学 亢奋到 我昨天亲眼看到 沁晨同学上了定级赛 一开始还挨打呢 后来变得特别生猛 不过 到了虎亮级之后 沁晨好像就有点 应付不来了 他被那个黄子仙 按着 打了十多分钟 才绝地翻盘 泱泱点点头 那他知道 沁晨今天为啥 没来上学了 说实话 他也去看过黑拳 整座十八号 城市里光是黑拳场馆 就上百家 一家打得比一家凶狠 沁晨现在 肯定身上挂着彩呢 只听另一位 昨晚在现场的男同学 继续说着 沁晨同学 并没有应付不来好吗 我觉得 昨天晚上最精彩的拳赛 就是那一场 你们都不知道 沁晨同学刚开始 有点适应不了 虎亮级的节奏 被人挤到八角龙边缘 结果后来也不知道 他怎么就爆发血性 跟对方用以伤换伤 以命换命的打法 逼得那位老拳王束手束脚 最后竟然 还把对方给打哭了 此时此刻 沁晨正躺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 他还不知道 班级里正展开着一场 关于他的讨论 沁晨知道 李叔同带他上拳台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在实战中 消化自己获得的力量 每位骑士晋升都是跳段士 所以他们 必须有一个熟悉自己的过程 就像一个小孩子 忽然拿到了一千万 但他只知道 一千万可以买棒棒糖 却不知道 一千万还可以用来买房 买车 而且 沁晨跟那些酒精训练的人不同 他所得到的训练 就只是夜晚仓促教授的那段时间 所以他需要不断地复盘 观察 学习 这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拳馆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殊死搏杀 拳手们也是最精于格斗技巧的那批人 所以 历代骑士才会在那里磨砺 也正如李叔同临走前说 待到你不用骑士 真气打败虎量级拳手 就可以开始考虑下一次生死关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让沁晨在第四区最好的拳馆里 从最好的黑拳拳手身上 学习到最好的格斗技巧 到了那个时候 他才不是一个 知空有力量的傻子 想到这里 沁晨结束了今天的复盘 并拿手机拨出一个电话 喂 你好 我是沁晓土 能让保姆车来接我吗 电话对面传来江小棠的笑声 好的 这就给你安排 你现在是咱们拳馆里正当红的拳手 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我看看啊 你父亲留的地址 是洛神大厦 对吗 嗯 是洛神大厦 谢谢 沁晨挂了电话 他有些疑惑 按道理说 这种电话打过去 难道不该是拳馆的工作人员接吗 怎么会是直接打到了拳馆老板的手机上 很快保姆车变到了 沁晨坐在豪华的保姆车上 并发现座椅旁边的桌板上 早就给他备好了水果与茶点 黑色的保姆车 穿过庞大 而又错综复杂的城市 仿佛行走在迷宫之间 几十分钟后 保姆车直接开进了拳馆的后门 但是当沁晨打开车门的刹那便愣住了 只见黄子贤坐在轮椅上静静等待着 他见沁晨下车便艰难地站起身来 沁晨打量着 对方身上的伤比他还严重 左臂悬吊着 看样子是骨骼有了损伤 只是沁晨有些奇怪 对方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安心 养伤就算了 竟然还跑来专程等着自己 却见黄子贤用右手 推开了想要搀扶他的助理 然后对沁晨鞠了一躬 江老板告诉我你要来 所以我从隔壁医院里出来等在这里 就想说一声谢谢 沁晨摇摇头说道 其实不必 当时你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 我没必要杀你 黄子贤摇摇头 八角龙里的其他人 可未必像你一样善良 可能你以前不常来拳馆这种地方 也不常探黑拳 所以不知道八角龙有多么残酷 但我很清楚 这是个什么地方 也代替我的妻子和孩子感谢你 如果我昨天死了 他们下场会很惨 还没等沁晨说什么 黄子贤便继续说道 我的感谢真心实意 现在我可能无法有更加实质的诚意 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欠你一条命 我会尽快安排好家里的事情 到时候 这条命随时都可以还给你 沁晨看着黄子贤 对方眼神无比认真 拳台之上大家是对手 然而拳台之下 彼此也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妻子 有孩子 有亲人 会开玩笑会喝酒 之前沁晨并没有探究过 对方是个怎样的人 但到了这一刻 他也从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 虎亮极拳王的魄力与人格 沁晨沉默片刻 好 你欠的这个人情 我记下了 第193章 小人物的江湖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黄子贤有些疑惑 这才下午三点钟 都是除亮极 雨亮极的赛事 沁晨往拳馆里走着 而黄子贤则坐回了轮椅 让助理推着他 跟在少年身边 走廊里 沁晨压低了自己的鸭舌帽说道 我来随便看看 这时 黄子贤说道 其实你是想要旁观着学习技术吧 为什么这么说 沁晨平静问道 我能感受到 黄子贤坐在轮椅上说道 虽然我被你打得这么惨 但你技术远不如我 这是能感受到的 说完 他抬头看了一眼沁晨的面色 见少年并没有不愉快 这才继续说道 我在拳台这么久向来 以技术流闻名 所以对手技术如何 我只需要出一拳就能感受到 比如我出拳的刹那 你的躲避轨迹与防御姿态 都在依靠下意识的反应 你战斗时 是你的下意识在支配身体 而不是你自己在支配身体 沁晨对这种说法很感兴趣 他认真说道 你继续说 其实昨天如果不是我莫名其妙地哭了 你赢不了我 黄子贤也诚恳地说道 我看你不像是海棠拳馆的常客 而且也不像是专门研究过我 所以应该不知道我最擅长的是脚技 昨天你反击时 我看似被打退 其实我是在等机会 只需要再丢我十多秒钟 说不定就能抓住你的破绽 把你锁死在地上 沁晨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 也正是因为 当时他察觉到了危机感 才会思索 自己还有什么底牌 甚至在黄子贤流泪后 他都没敢贸然靠近 那是直觉在向他示警 所以 这也是他重新回到这里 认真学习格斗技巧的原因 他要夯实自己的基础 直到他某一天 可以毫无取巧地打败黄子贤这种高手 现在 黄子贤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弱点 说明他要走的路还很远 黄子贤看向沁晨 你的天赋很强 因为你的本能足够强 但如果没有技巧 你是走不远的 嗯 我这么早过来 就是想要学习技术 沁晨到这时 也不用隐瞒了 然而黄子贤愣了一下 学习技术 需要请专业的教练 海棠拳馆 是不会给你配教练的 他们没这项业务 我不想请教练 沁晨摇摇头 因为一节课 一节课教得太慢 而他要做的就是 观察别人搏杀 然后把所有细节 记在脑子里慢慢复盘 最终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但是 他不能给黄子贤 解释自己的天赋 这时 忽然有一位全管工作人员 出现在两人的距路上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 低声客气道 沁先生 老板让我问一下您 今天是否打比赛 如果打的话可以 临时为您邀请对手 如果有想打的对手 也可以告诉我 沁晨愣了一下 今天不打比赛 我只看 那我带您去包间 工作人员说完 便在前面领布 他领着沁晨 来到一间包房门前 门上赫然挂着001的字样 黄子贤的面色古怪起来 黄子贤有些犹豫地 看向工作人员 我能进去吗 沁晨感觉有些奇怪 为何会问能不能进去 不就是一个包间吗 可是工作人员 并没有直接答复 而是看向沁晨 您是否邀请黄先生 邀请 沁晨还有事情 问黄子贤这位老江湖 得到沁晨的答复 工作人员看向黄子贤 黄先生 您可以进去陪沁先生一起 紧接着 工作人员询问完 他们需要的饮品与餐点后 才默默地退出了包间 沁晨闻着包间里 若有若无的幽香 仿佛暗夜里有一朵兰花 正在悄然盛开一般 芳香 却又不腻 他看向黄子贤 帮我解释一下刚才的内幕 这是将老板平日里 自己看比赛的包间 并不对外开放 黄子贤说道 整个海棠全管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一般都会在这个包间里独处 不让人靠近这里 沁晨暗存 难怪这里香味如此富裕 原来是那位女士的专用 他还不知道 此时黄子贤内心已经复杂起来 因为这位虎亮及拳王 有些无法确定 面前少年跟那位成名已久的 海棠老板是什么关系 在黄子贤这种人心里 江小棠从来都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事实上 能面不改色 亲手给周末长子上洞穿两刀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普通女人 这是第四区里最出名的蛇蝎 对方美貌的外表 妖娆的身姿之下 是令人胆寒的冷酷与狠毒 这时 黄子贤迟疑了一下再次说道 昨天拒绝与你比赛的中量集权王周末 江老板亲手捅了他两刀 现在人还在隔壁医院里躺着 不过这是江湖规矩了 我想周末也有心理准备 江湖规矩 沁晨再次听到这个词汇 之前黄子贤说要还自己一命的时候 也说了江湖规矩 他一直以为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但现在好像是一些 墨守成规的实质性规矩 黄子贤解释道 地下世界里必须重情重义 重信重莫 周末收了海棠拳馆的钱 却未占不出 还让江老板折了面子 这算是犯了信义的规矩 所以要穿长两刀 还有就是 在这地下世界 跟了哪个社团就不能背叛 不然就会变成丧家之权 如果谁收留叛徒 那社团都可以群起而攻 沁晨点点头 这他理解 规矩就是掌权者 定给自己的有利条件 有了这个规矩 所有人想要背叛社团的时候 违背信义的时候 都需要掂量一下 不过 李世界的地下江湖 竟然还能有这种规矩 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这时 黄子贤说道 就像你饶我一命 我要还你一命 这也同样是江湖规矩 你饶我一命 让我有时间去安排七二 料理好身后事 待我全都安排好之后 这时你就是让我去死 我也不能拒绝 但如果你危机关头 我替你把事情扛了 那接下来 如果我能熬过这一关 命我就算是 自己挣回来了 不再欠你什么 庆尘有些感慨 真特么中二的规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骨子里 还讲江湖规矩的这些人 反而让这个冰冷的李世界 有了些独属于江湖的人情味 这恐怕是那些大人物们 身上见不到的东西 原本庆尘还有些不理解 为何林小孝 夜晚 李东泽三人会对李淑彤那么忠诚 到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江湖 这是一个让庆尘感觉 与赛博朋克世界格格不入的东西 但它就这么存在了 当然 庆尘也很清楚 这个江湖也没那么纯粹 黄子贤这样的人 也不会太多 这时 黄子贤想了想 突然补充一句 当然 江湖规矩是江湖规矩 江老板逼着周末 必须独自走去医院 也有些过分了 周末背后的经纪公司很厉害 但他们 也不敢找江老板说什么 只能认灾 庆尘明白 黄子贤是想暗示自己 这位江老板并不好惹 但又不敢明说 恐怕黄子贤也有些琢磨不透 自己跟江老板是什么关系 所以不好乱说话 说实话 就连庆尘也有些迷惑 自己跟这位江小堂只见过一面 对方竟然就给自己开了这么多特例 有点古怪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庆尘在包间里坦然坐下 目光则锁定在八角龙里 两位除量级选手身上 胡量级对应的是 E级超凡者 中量级对应着F级超凡者 所以羽量级 除量级都还在普通人的范畴 放在以往 黄子贤对这种级别的拳赛都不屑一顾 可是他却发现 庆尘看得津津有味 这位曾经的胡量级拳王思索着 按照昨天晚上的力量对比来看 这位庆小土 怎么也得是E级中的佼佼者了 怎么看得除量级都能看得进去 然而他不知道 庆尘看得只是技巧而已 对于拳手来说 除量级没有超凡脱俗的力量 反而要在技巧上不断打磨 这些人在八角龙里经历过几十场 上百场厮杀 每天还要经历高强度的训练 那些技巧都可谓是千锤百练了 一个个对于时机与节奏的把控 都炉火纯青 黄子贤忽然试探着在一旁说道 台下那两个除量级 一个叫李宇哲 一个叫常乐乐 两个人技术都挺好 只是一直都没注射基因药剂 李宇哲是买不到基因药剂 而常乐乐则是已经买到了基因药剂 但他想生完孩子再注射 结果一直都没找到老婆 除量级拳手这么惨吗 老婆都找不到 不是找不到 黄子贤说道 他前一阵子还谈了个女朋友 结果被中量级的一个拳手给绿了 我怀疑他可能会忍不住注射基因药剂 直接找那个拳手报仇 桂圈争乱 沁尘叹息道 这时 场中常乐乐忽然一个转身 竟死死以腰胯与手臂前置住对手 生生带偏了对手的重心 黄子贤在一旁见沁尘眼睛一亮 便讲解道 这是北方摔跤的技法 腰胯是人体最重要的轴心之一 常常能在近身格斗和脚肌里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沁尘复盘着刚刚常乐乐 以腰胯为轴的技巧 瞬间又想到了好几种 腰胯为轴的格斗方式 他忽然觉得 有人在一旁分析也很不错呀 沁尘看向黄子贤 反正你现在也受伤了 要不然你之后每天下午 来对我讲解讲解 黄子贤愣了一下 用这个还你那个人情 沁尘认真说道 这是让你先还一点利息 黄子贤愣了 行 其实沁尘还有一个目的 他想通过黄子贤这个老江湖 了解一下 李世界底层人民中的那个江湖 此时此刻 某个隐蔽的房间里 这里挂着一套套女性的衣服 里间还有巨大的浴室与浴缸 这很明显 是江小棠自己的私人空间 江小棠正撑着下巴 坐在一张桌子前 而他面前立着一处 动态的全息投影 投影里赫然是正在交谈的 沁尘与黄子贤 他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 真是来看比赛学技术的 可是 看除量级比赛 能学什么技术 说话间 他裙摆下白皙的小腿 搭在了面前的软塌上 脚上的绣花平底鞋 分外鲜艳 衬托着脚背格外白皙 仿佛连脚背上的骨骼纹路 与青涩血管 都有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江小棠默默地看着全息里的少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键说道 换一下赛程 让郭若超和钟明远打下一场 找他们补一下赛事合同 出场费加时 桌子的内嵌音箱 传来下属迟疑的声音 老板 原计划要比赛的两人都准备出场了 江小棠没有说话 仅仅三秒过去 下属马上改口说道 我这就去安排 包间里沁尘在比赛间隙问道 八角龙里经常愤出生死吗 经常 黄子贤说道 海棠拳馆还好些 江老板不会刻意追求血腥与刺激 但很多小拳馆就不一样了 他们为了吸引一些心理压抑的观众和赌徒 每天都会刻意弄死一两个拳手 庆程不理解了 不是说海棠拳馆四五个月 才有新人来定级吗 新人这么少 不就全都打死完了 黄子贤一下子笑了出来 看来你对第四区的拳馆真不了解 整个18号城市总共100多家黑拳馆 第四区则聚集了16家最大的 拳手想要定级的话 只有在第四区这16家拳馆里定级才算数 一般情况下 大家会去整体水平最差的红星拳馆定 那里强度最低 死人最少 一晚上都能定十多个出来 说实话 红星拳馆做的就是这门生意 卖拳手的通行证 待到持证以后 拳手可以自由选择比赛 去哪家拳馆打比赛都行 像海棠拳馆这种规模大的 会养着自己的专属拳手 一般出门 说是海棠的人 拳手会比同级其他场馆选手高出一头 这是天然的优越感 庆程点头表示明白了 这第四区的十六家拳馆 等于是 把持着拳手发振的权力 整个十八号城市的拳馆 都需要仰仗他们 而海棠拳馆 向来水平属于最高的那一批 所以一般情况下 赶来这里定级的 都是天才 只有真正的天才 教练 才会带着他们来这里 图个一炮走红 在海棠拳馆定级 固然危险 但在这里定级 才最有含金量 路子也走得最扎实 这时候 沁尘才知道自己师父有多坑 或者说是 骑士组织的传统有多坑 咦 赛成变了 黄子贤说道 等等 怎么是郭若超和钟明远打 有什么问题吗 沁尘问道 黄子贤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两人是 雨量几里技术最好的 海棠拳馆一般会避免 让他们俩一起比赛 因为两个技术流打起来不好看 观众未必能看懂 奇怪了 这是谁排的赛事 他看了沁尘一眼 心说这种安排 不会是专门给这少年 学习技术用的吧 就在黄子贤思索时 江小棠在门外慵懒地问道 我可以进来吗 黄子贤默默地看向沁尘 他没想到 江小棠推门而入之前 竟然还会先问一声 第194章 暗影交错 请进 沁尘平静说道 却见江小棠漫步而入 轻轻松松坐在距离沁尘 不远的沙发上 我倒是没想到 你们两个人昨天才打声打死 今天就做了朋友 还算不上朋友 沁尘认真说道 这话把黄子贤说得一愣 但他很快又觉得 对方这种丝毫不虚假的说话方式 倒让人有些轻松了 平日里多的是跟你称兄道弟的人 没出事之前 仿佛一父一母亲兄弟 出了事之后 一个个不见人意 不知道为什么 黄子贤觉得自己反而更喜欢 跟沁尘这种人相处 这时 江小棠笑了笑 你倒是直接 那我也直接一点好了 你跟我签经纪约吧 我来当你的经纪人 沁尘有些错愕 而江小棠看着他错愕的眼神 你不会连我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吧 黄子贤在一旁解释道 江老板虽然是海棠拳馆的老板 但也是第四区最有名的经纪人 他只带陆地巡航机里最厉害的拳手 言下之意是 陆地巡航机以下的拳手 还没谁有资格跟他签经纪约 沁尘问道 我有什么好处 我能帮你安排最好的对手 江小棠翘着二郎腿说道 而且我保证 帮你规划一条最快的成名之路 就像昨天我帮你安排黄子贤一样 让你成名路上毫无水分 成为我海棠拳馆最好的摇钱术 这女人 哪怕是翘着二郎腿 都格外优雅与恶诺 为什么是我 沁尘问道 长相好看 身材完美 打发血腥 江小棠掰着手指竖道 你这种拳手 最容易吸引女性观众了 尤其是那些灰金如土的阿姨们 他们会为你倾家荡产的 沁尘平静地看着面前那位女人 原来对方打的这个主意 平日里看拳赛的大多是男性 然而也有例外 事实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女性 也看拳赛 但她们只看特定的某个拳手 而且极为疯狂 去年就有一位面相讨喜的 年轻拳手受到女性追捧 可惜她实力不行 再加上其他拳手 看不惯她上台前还化妆的做派 就硬生生把她打死在拳台上了 这是在去年 还上过希望传媒的新闻 据说第四区这边某条街 都铺满了女性祭奠她的鲜花 再有两个月 就到这位拳手死后一周年了 据说已经有女性 开始组织她的纪念仪式 庆辰对江小棠摇摇头说道 我对你说的这些都不感兴趣 拳台只是她学习技巧 补齐短板的地方 她没打算在这里成名 也没打算以这个为生 或许 待到庆辰能够不取巧 战胜陆地巡航级拳手的时候 她就会果断离开 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江小棠似乎对庆辰的回答并不意外 她再次说道 如果你跟我签了经济约 没人敢在拳台上杀你 没了生死危机 拳台反而没意思了 庆辰再次摇头 谢谢江老板的好意 但我置不在此 黄子贤在旁边有些暗自为她担心 因为她很清楚 胡亮机里有海棠拳馆的金牌打手 那种人会专门为江小棠在拳台上 清理不听话的拳手 江小棠似笑非笑地看向黄子贤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不会这么做的 这么好看的弟弟 我怎么舍得让他死呢 就算不跟我千金计约 一样能为我海棠拳馆赚不少钱呢 行了 那就不打扰两位看比赛了 说着 江小棠起身往门外走去 他忽然又回头对庆辰说道 对了 这个包间留给你用了 想看比赛随时都可以过来 还有 虽然你没跟我千金计约 但胡亮及拳王的分红比例我照样给你 庆辰认认真真说道 谢谢 001号包间距离八角龙最近 看得也最清楚 而拳王级别的分成 也确实足够诱人 黄子贤这时都已经梦了 他几乎以为 这位江老板已经成了庆辰的粉丝 拳管老板成为某个拳手的粉丝并不稀奇 但这是如果放在毒蛇一样的江老板身上 总归让人觉得 有些不真实 赶快养好伤吧 江小棠轻笑道 今天你可不怎么好看 庆辰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肿成面包一样的脸颊 还有 你可以不叫我江老板 如果叫我姐姐的话 我给你的分红比例 提高到陆地巡航机如何 江小棠轻笑着 庆辰愣了一下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江小棠便已经出门了 开玩笑的 夜晚 庆辰坐着保姆车回到家里 李叔同依旧不见踪影 他默默地复盘着今天的收获 感觉单这一天 就让他的经验增加了不少 若是在面对黄子贤 他恐怕能有更多的方式来抵御对方进攻 绝对不会像昨天一样狼狈 庆辰需要自己走的每一步 都扎实无比 一 你在吗 庆辰问道 我在 一回答道 江小棠 二十七岁 未婚未育 等等 庆辰赶忙喊住 这都什么跟什么 人工智能怎么能八卦到这种程度 我并不想问这个 也并不关心江小棠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江小棠今天很异常 我也很清楚 他肯定是因为认识师傅 才给了我特殊待遇 庆辰今天发觉不对劲时 就开始检索记忆 然后他就发现 昨天师傅上车时慢了一步 自己上车后 李叔同一定跟江小棠说了什么 这才是江小棠 给他特殊待遇的关键 不得不说 能复盘记忆是件好事 他总能帮你回忆起一些遗落的细节 庆辰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发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 一 你为什么如此八卦 你不觉得 当一些事情发生时 悄悄观察着所有人的反应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 一反问 尤其是在网络上 一个平日里畏畏缩缩的人 却忽然变得勇猛 你这种在拳台上都敢拼命的人 却变得异常谨慎 观察这一切 本身就很有意思 所以 你是在观察人类 庆辰好奇道 这种感觉很奇怪 像是有一个庞然大物 正默默地躲在这个世界里 他与人类共同生存着 但人类却无法注意到 他的行动轨迹与思维 一说道 漫长的生命里 总要给自己找点乐趣 行吧 你开心就好 庆辰躺在沙发里静静养伤 你一开始想要问什么 一问道 我师父去哪了 庆辰问道 回18号监狱了 一回答 他回18号监狱做什么 不是说等周日与我一起回去吗 庆辰纳闷 因为他判断 在全赛之后 你的举动会引起庆氏某些人注意 毕竟同名同姓出现的几率不算大 所以肯定会派人去监狱查看 一回答道 所以你师父易容改面 帮你去做不在场证据了 所以 当庆氏财团去核验庆氏庆尘 是否在18号监狱时 便会发现 两个庆尘是同时存在的 这也就证明了 全守庆尘与庆氏庆尘并无瓜葛 庆尘没想到 师父这消失的一天 竟然也是在为自己的身份打不定 对方为了让自己 拥有一个新的身份 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然而对方越是这么做 庆尘心里 却越是有种不好的感觉 但他又说不出 这感觉从何而来 这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庆尘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 谁啊 说话间 门锁静咔哒一声自己开了 只见外面站着两名联邦探员 一人左手出示证件 右手持枪械指着庆尘 举起双手 例行检查 另一人缓缓收起开门的解码仪器 然后在庆尘举起双手后 上前揉捏庆尘的面部 看是否有待访真人皮面具 确认没有之后 两位联邦探员 丝毫没有侵犯他人的觉悟 转身便悄无声息地离开 庆尘在后面生气喊道 喂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但两名联邦探员 却并没有回应 很快便乘坐电梯离开了 庆尘关上房门 你知道他们会来吧 一回答 是的 那你咋不提醒我呢 庆尘无奈 那样你的表现就不自然了 一说道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庆尘疑惑 双向调查两个庆尘 是否存在替换 黑夜里 正有一支车队 风驰电撤的 从18号城市驶出 驶向郊外的18号监狱 当车队从错综复杂的 钢铁森林里冲出时 视线豁然开朗 车上有人持着一支平板电脑 那是联邦刚刚加急审批的提审令 文件显示 准许联邦治安管理委员会提审庆尘 令其协助调查编号1092112案件 1092112案件 18号城市第四区 发生一起入室凶杀案 嫌疑犯再逃 其实这案件是虚无的 让庆尘协助调查 也是莫须有的 这只是庆室的某些人 想要确认庆尘身份的一种手段 车队里所有探员 也都是庆室的人 要么给庆室卖命 要么本身就是庆室成员 按理讲 这件事情不应该如此复杂 庆室只需要派个人来探视 然后在探视时确认一下就好了 但偏偏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监狱管理系统提前两天 就向治安管理委员会 发布疫情警告 说是监狱内出现一例 冠状病毒携带者 目前所有监狱已处于 三级戒备状态 正在进行防疫隔离 所有探视全部取消了 这就搞得 庆室必须走司法程序 才能顺利地见到庆室 车中有人低声说道 你们说 这所谓的三级戒备状态 会不会是有人想要 帮助庆室隐瞒什么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巧 也不算巧 有人说道 全赛发生的前一天 监狱就戒严了 就算是要帮那个庆室隐瞒身份 那干脆不让他去比赛 不是比这个省市多了 而且 监狱管理系统 那里恐怕是全联邦最公正 最不讲人情的地方了 谁能让那位一帮助做这种小动作 我总觉得有些古怪 整件事情都透露着蹊跷 另一人说道 算了 一切都等见到庆室就知道了 带到他们来到二十里外的近郊 车队上七八人在外等候 还有两人则在机械预警的指引下 进行杀菌消毒措施 不仅如此 手持提审令的两名探员 还要换上遮蔽全身的防护服 浑身上下只有脸部 是一块半透明防护膜 其余地方全都果得严严实实 两名探员相识一眼 都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他们在机械预警的指引 进入审讯室 没过一会儿 身穿同样防护服的庆辰 在机械预警压介下 坐到了他们对面 庆辰平静说道 我不知道什么1092112案件 也没有什么可协助的 如果是庆室内有人 想要通过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让我退出影子之争 那他们恐怕想多了 其中一名探员说道 不用紧张 这其实就是个进来监狱的手段 没有谁真的要栽赃陷害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治安管理委员会的 二级警司庆勋 严格来讲 应该算是你的堂哥 虽然咱俩以前也没见过面 对面的庆辰松了口气 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想问一下 你最近有没有出过监狱 庆勋问道 没有 我要能出去早就出去了 庆辰说道 庆延呢 很久没见过他了 为什么不是他来 两名探员相识一眼 庆勋说道 庆延死了 说完 两人便紧紧盯着庆辰 但彼此之间隔着防护服 少年的表情也看不真切 庆辰似乎并不惊讶 只是淡淡地问道 他怎么死的 使用多巴暗芯片 过度导致厌世 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杀了 庆勋说道 这个是铁案 跟其他人没什么关系 庆辰平静道 死得好 庆勋皱眉 你一点也不吃惊 甚至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我应该显露出一些高兴的神色是吗 庆勋笑道 也是 我跟他关系那么差 他死了 我是应该高兴一下 就在此时 庆勋与另一名探员 忽然同时上前一步 两人联手 撕掉了庆辰身上的防护服 显露出衣服里面 庆辰的本来面目 他们怀疑 这防护服 就是用来隐蔽真实身份用的 防护服下的人 可能根本就不是庆辰 审讯室内警铃大作 而庆勋则死死按住庆辰 一边调出平板来核对容貌 一边上手在对方脸部快速 用力揉搓着 似乎要看看他是不是戴着人皮面具 如今 联邦有很多生产仿真面具的组织 很多都能以假乱真 十多秒后 庆勋松了口气 声线符合 面部符合 确认身份 这防护服下 赫然就是一在系统里 篡改过的庆辰 这时门外的机械狱警闯了进来 一个中性声音说道 你二人涉嫌违反监狱管理条例第27条 先临时拘捕 你们二人 移交至治安管理委员会进行审理 庆勋与另一名探员相识一笑 他们早就知道 医会将他们移交出去 所以并不担心 在他们看来 监狱管理系统虽然公正 但依旧还是如此的死板 待到他们被移交至治安管理委员会 当场就会无罪释放 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去睡个好觉了 这两人被机械狱警带走后 庆辰的面部 恢复成了李淑彤自己的模样 他揉了揉自己的脸颊 我真是差点就 忍不住要杀掉这两人了 后方 林小孝推门入 老板 咱们有必要这样吗 还专门弄个防护服 引起他们怀疑 李淑彤笑了笑说道 你懂什么 这人世间的所有人 都只相信自己辛辛苦苦找到的真相 如果不辛苦一点 他们还会继续存疑 直到这一刻 庆辰的新身份才算是踏实了 为了让庆辰踏踏实实地 成为真正的影子 李淑彤今天选择成为庆辰的影子 第195章 Ace 005早就给你了呀 倒计时18点 早晨6点 玻璃窗外是鹅猫大雪 与黑压压的森林 而屋内则响着柴火烧烈的琵琶声 不是窗外真的下起大雪 而是一帮庆辰切换的白噪音睡眠模式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环境里 庆辰睡得格外安稳 咚咚咚 家门外传来敲门声 他顿时从床上坐起来 想要去开门 只是当他走出卧室 却看见李淑彤正笑 一盈盈地坐在沙发上 我去开门 庆辰不知道 师父是何时回来的 他竟是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却见李淑彤拉开房门 门外的泱泱有些局促 叔叔好 我来找庆辰 他刚睡醒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李淑彤笑着问道 哦 我喊他一起去参加游行 要不叔叔你也跟着一起去吧 泱泱问道 现在联邦的教育体制已经腐朽了 我们要先推动教育改革 让大家全都掌握知识 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 松动财团对联邦的影响 李淑彤笑了笑 回头问道 小辰 你去参加游行吧 泱泱同学来喊你了 我不去 庆辰在屋里说道 我今天还得去拳馆看比赛 好吧 泱泱点头 那我和郑义同学一起去 叔叔你和庆辰什么时候改主意了 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从云山广场出发 一路往市中心去 您放心 这是合法备案的游行活动 嗯 李淑彤笑着 目送泱泱与郑义离开 然后才关上门 庆辰从卧室里走出来 平静猜测道 他住在这里 应该是方便用他的感知立场能力 在最后的时间里 确定您和我在不在洛神大厦 毕竟李淑彤这样的半神 坐镇18号监狱 谁要敢动手呢 一 确认一下 他们是否真的走了 李淑彤问道 确认 已经坐上了前往云山广场的 22号轻轨列车 一回答 李淑彤回头对庆辰笑道 那他现在应该已经主动放弃监视我们了 毕竟 如果真的要监视 应该全天都待在这洞洛神大厦才对 这样一来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他都能知道 或许他起初是为了黑桃组织 但现在应该不是了 庆辰思寸着 嗯 有可能 李淑彤笑了笑 我们也动身吧 今天那么多组织 那么多势力 拉扯出一场大戏来 但好戏开场之前 主角也得到场态性 师徒二人 换上干净的白色运动服 各自戴上鸭舌帽 朝大楼外面走去 李淑彤站在玻璃电梯中 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 悬空的云上广场里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游行者 大家脸上涂着红色的游行标志 人群之中 正有上千名学生穿梭其中 他们自发组织着 分发写满标语的小旗子 还有横幅 小旗子看起来就很廉价 那是学生们日夜兼程 用手工做出来的 这样可以节省开销 他们手上一个个 粘着劣质的胶水 但脸上却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学生们分发小旗子的时候 还互相鼓励着 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虽然他们自己可能都还没想清楚 该怎么改变世界 人群便浩浩草草地 朝着上三区进发了 路旁有数十名记者 直播着这场盛大的游行 而游行的代表 则坦然面对媒体 说出自己的诉求 一名学生代表 看着镜头说道 我们这是合法的游行 人数 诉求 路线 全都进行过报备 而且 我们承诺 绝不会使用武力 并且会坚决抵制武力 游行就是游行 他们要保证 这场游行到最后 不会变位 一架浮空车 从游行队伍上空飞过 沁尘坐在车里默默地 看着下方 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 李淑彤忽然问道 你对这种学生游行怎么看 沁尘说道 这个世界没法通过游行来改变 财团对这个世界的掌控 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可怕 是啊 李淑彤笑着说道 游行上报备案的当天 虽然联邦当局通过了审批 但当天晚上 李氏就开始寻找 那位赞助这场游行的小商人了 那位小生意人 是我们的人 前天晚上在我们的安排下 悄悄地离开了联邦 以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学生们还没意识到的地方 已经开始了 沁尘愕然地看向李淑彤 原来师父这两天 还在忙这件事情 他也没想到 这场游行背后 竟然是自己师父在赞助 李淑彤笑道 我也只是随手赞助罢了 实在是看他们太寒酸 有点看不下去了 起码 不能让孩子们饿着肚子 高喊口号吧 师父 这条路会很危险 沁尘说道 李淑彤说道 就在其他财团和势力 大肆寻找 抓捕 处决时间行者的时候 我跟那些时间行者 聊了很多 比如你们表世界的历史 师父为什么要聊这个 沁尘不解 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 所以多听多看多学 总没有错 李淑彤感慨道 我奋武修行半生 最后被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拉去搞事情 然后又看着他们 一个个死在路上 其实我只是个武夫啊 小陈 所以也没那么崇高的理想 这条路走到现在 我只是不想那些朋友 白白死去 他们欢呼雀跃着 想要做成的事情 我想用余生 帮他们完成 沁尘正正地看着李淑彤 他是没想到 对方会给自己 下一个武夫的定义 他问道 师父跟时间行者们 聊了哪段历史 新世界诞生的那一段 李淑彤笑道 我让他们帮我 带了优盘回来 我看了许许多多的 现语资料 眼睛都快看瞎了 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新世界建立的过程 在那段历史中 有太多先贤前仆后继的 倒在了黎明前夜 说实话 李世界科技远高于表世界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表世界似乎没什么东西 有益于李世界 但很多人都错了 思想的光辉 并不会因科技先进 还是落后而蒙尘 老师 沁尘轻声重复道 这条路很危险 李淑彤笑着看向他说道 沁尘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在表世界 能够有优渥的生活 是靠什么 你们的先辈们 又是如何取得的胜利 他们那时候 经历着什么 沁尘沉默了 李淑彤继续说道 很多时间行者敬佩他们 但其实你们的先辈 比所有人想象的 更加值得敬佩 你从后来人的角度 当然知道 会有新世界 你也知道 你们最终会取得胜利 但你们的先辈并不知道 他们在说 我们一定会获得 最终的胜利时 其实也没那么笃定 他们只是 想给自己一点勇气罢了 你们的先辈们 那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 他们的牺牲 是否可以换来胜利 甚至不知道 他们的牺牲 是否真的有意义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 先辈们 怀着忐忑与畏惧的心情 为了理想前仆后继 让长夜盼来黎明 这才是坚定的信仰 沁尘依旧沉默着 不用现代人眼光 去审视历史 才是正确的历史观 他一直知道 这些先辈很伟大 却依旧低估了 他们的伟大 先别想那么多了 李淑同乐呵呵笑道 这些事情 暂时都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要做就是充实自己 把基础夯实 让自己每一步 都走得扎扎实实 我听一说 昨天你一直在 海棠拳馆看比赛 你应该已经 明白我的意思了 嗯 师傅你是觉得 我根基太浅 如果有一天 遇到和自己 实力相同的高手 很有可能会被 对方的技巧 经验打败 沁尘说道 嗯 很多超凡者成名之后 就觉得自己 已经不需要再去 学习繁俗的技巧 但事实并非如此 李淑同说道 生死厮杀之间 一个技巧之差 就是生死之别了 你能这么务实 是件好事 我会尽快掌握 所有格斗技巧的 沁尘说道 我一直觉得有些奇怪 李淑同笑道 你为何如此有耐心 明知道我这里 有经纪物A4002 和A4005 但从来也不问我是什么 在哪里 有什么用 沁尘诚恳道 师傅你想告诉我的时候 自然会告诉我 这让师傅觉得很没意思啊 李淑同叹息道 一般都是学生主动 要些什么东西 这样师傅 才能有成就感 你什么都不开口要 就让我觉得很没意思 那师傅 你把A4005给我吧 李淑同笑道 我早就给过你了呀 第196章 禁忌物A4005 禁忌物A4005 您早就给过了 沁尘的语气中 带着三分疑惑 和七分惊讶 禁忌物这么重要的东西 如果对方给自己了 自己怎么会没有发现呢 但是 李淑同从没骗过沁尘 此时 浮空车已经驶过 18号监狱上空 轻飘飘地落在了荒野上 李淑同带着沁尘 徒步走向那条 通往监狱冷库的秘密入口 两人一前一后地 走在狭窄的涌道里 涌道四周 还镶嵌着穿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些穿灯能明亮20年 甚至更久 李淑同走在前面 自顾自地说道 我是真的把A4005给过你 也一直等着你 开口找我要的时候 给你个惊喜来着 只不过是你比较倔强 一直没开口罢了 所以 按照严格意义来讲 我才是第一个 送你禁忌物的长辈 下次你再去002号 禁忌之地的时候 记得给那些老家伙们 说一声 省得他们老觉得我小气 沁尘正正地跟在后面 他心说 这也要攀比的吗 他走在李淑同身后 检索着自己的记忆 尝试着将李淑同 曾赠予自己的东西 全都列举出来 然后分析哪个 才是禁忌物A4005 常常地涌到有些昏暗 沁尘暗自回忆着 然而 这时走在前方的李淑同笑道 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又不是让你猜谜的时候 你之前赢我棋局的时候 我说过 赢一局 可以让你提个要求 结果后来 你给刘德柱要了精药剂 再后来 你拿了古典音乐的乐谱给我 我说 再欠你一个要求 其实那时候就看看 你会不会开口 找我要进纪武 如果要了 我也就给了 沁尘愣了一下 李淑同笑道 我也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那么拧巴 直到现在 都留着那个机会不用 沁尘低声说道 我那时候 当然也很想像 别的时间行者一样 拥有一件禁忌物 这东西 可以带着穿梭两件 对表世界的注意确实很大 但那是师父你的东西啊 我还真没想过 开口索要的事情 而且 我现在有了提线木 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 你要是打算硬塞给我 也不是不行 李淑同感慨道 这段时间以来 都在忙着 让你恢复少年心性 看来我也没白忙活 说着 李淑同回头看向沁尘 只是在这昏暗涌道里 沁尘竟看见自己 师父脸上 多了一只 诡异红纹的猫脸面具 一切答案都清晰地浮现出来 他问道 师父 禁忌物Ace 005 就是您身边那只大猫吗 所以 师父你能随心所欲地 变换容貌 也是因为它 原来 禁忌物Ace 005 就是那只大猫 沁尘清楚记得 当这只猫脸面具出现之后 那只常常握在桌上 打等的大猫 就忽然不见了 两者从未同时出现过 活物变成了一只面具 这种事情也只有李世界的禁忌物 能做到了吧 而且 李淑彤曾经真的把这东西赠予过他 只不过后来 他又把这面具还给了对方 沁尘想到自己很早很早以前 就持有过禁忌物 一时间 情绪有些复杂 师父 您是怎么得到这件禁忌物的 沁尘问道 一个朋友送的 李淑彤理所应当地说道 女性朋友 沁尘疑惑道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了 李淑彤不解 上梁不正下梁歪 沁尘平静回应道 我想不通 除了师父您 还有002号禁忌之地里那些先辈的意志 还有谁会那么大方地送人禁忌物 李淑彤理直气壮地笑道 Ace 005是最适合骑士的禁忌物 所以送给骑士也理所应当啊 因为骑士呼吸数可以改变声线 禁忌物Ace 005可以改变容貌 所以 这种禁忌物天生 就该掌握在我们骑士手中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变成大猫的时候 很可爱 沁尘迟了两秒问道 后面那条理由 您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 李淑彤说道 免婴猫被称作温柔的巨人 很黏人啊 而且 禁忌物还不会掉毛 你肯定没养过猫 所以不知道 养一只不掉毛的猫 有多么难得 行吧 沁尘说道 您说了算 这时 李淑彤将猫脸面具摘下来 放在沁尘手里 以后它归你了 沁尘默默地看着手中猫脸面具 师父 它在您手里多少年了 18年 李淑彤有些感慨 当年师父带着它 可是干过不少缺德事 不过话说回来 能够随时变成别人的容貌 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啊 堪称栽赃嫁祸 居家旅行必备神器 沁尘无语 他甚至能想象到 自家师父 曾利用这禁忌物S005 做过什么事情 师父 他的收容条件是什么 沁尘问道 滴血是第一步 李淑彤握住沁尘的手腕 然后另一只手拔下沁尘的两根头发 真气灌注在发丝之间 那两根原本还柔软的头发 竟是立刻绷执入针 师父 为何要拔两根 沁尘疑惑 李淑彤淡定说道 你头发太密 我拔多了 沁尘 说着 他将一根头发扔掉 只留下一根 在沁尘手腕上轻轻一滑 紧接着深红色的鲜血 便顺着手腕落在面具上 一点点全都渗了进去 第二步 呼唤他的名字 李淑彤笑道 你记得他叫什么吗 沁尘皱眉 他快速检索 一遍记忆 却发现 自己竟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那只大猫叫什么 如果是其他人 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记忆出了问题 毕竟大猫出现那么多次 怎么可能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 然而沁尘却很笃定 连林小孝 夜晚都从未提及过大猫的名字 或许这两人也不知道 大猫的名字叫什么 师父 他叫什么 沁尘问道 大福 李淑彤笑着说道 知道他名字的人 就能成为他的主人 这就是005的收容条件 现在猫脸面具里的血液 已经换成了你的 你只需要叫出他的名字 就会成为他的主人 大福 沁尘难难道 这是谁起的名字 如此接地气 下一刻 猫脸面具 似乎感受到沁尘的呼唤 眨眼之间 变成了一只长达一米多的 硕大免婴猫 一脸猛猛地 躺在沁尘双臂之上 他抖抖身上蓬松的毛发 然后对着李淑彤瞄了一声 沁尘在心里 竟然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老小子把我送给徒弟了 李淑彤笑了笑 对沁尘说道 把面具戴上吧 我们要回监狱了 记住 不要把他的名字告诉别人 这样 其他人就算得到了 他也没有用 沁尘问道 这世上没有人知道 他的名字了吗 嗯 有记载的资料 都被我删除了 李淑彤说道 知道的人 也被删除了 沁尘心说 他还头一次觉得 删除这个词 竟有如此凶猛的含义 他心意一动 大幅又缩小成一只猫脸面具 这一次沁尘 再将他戴在脸上 猫脸面具 不再是一件生硬冰冷的器物 李淑彤说道 给自己换一副样子试试 第一次使用会比较困难 算了 你先试试吧 他本想说 第一次使用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你虽然知道 自己想变换的模样 但你未必记得 对方的所有长相细节 所以大多数时候 一容换面 需要对着照片一点点比对 才能慢慢达到 90%的还原度 然而 李淑彤知道自己这位学生 有点不一样 过目不忘者 压根就不需要比对照片 一切都已经 记在对方的脑子里了 沁尘思存着 自己该换成谁好呢 他先是变换成 林小孝的模样 甚至以呼吸数 模仿着对方的声线说道 师傅 这样对吗 这禁忌物S005 还真是适合你啊 李淑彤感慨道 我每次换脸 都得对着照片 比对半个小时 这东西到你手里 一个呼吸之间脸就换了 连我也难辨真假 沁尘又换成夜晚的面容 只是他脸可以换 但身形 却远没有夜晚 那么魁梧高大 所以看起来怪怪的 看样子 以后自己换脸的时候 得找个身材 差不多的才行 对了师傅 这禁忌物S005 是什么级别 沁尘问道 他还有第二阶段形态吗 按理说 应该是A级 因为吸出他的超凡者 就是A级 李淑彤说道 但我至今也没摸索出 他第二阶段形态是什么样子 事实上 禁忌物理 反倒是那些需要 陷阱的最好探索 例如 大幅这种收容条件 有些古怪的 就会让人很迷茫 因为你不知道 该从哪个方向下手 这时 沁尘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师傅 黑桃组织有多少人 真正有序号的 从黑桃A到黑桃2 总共13人 李淑彤回答道 这是黑桃的核心成员 外围还有数百人 但真正有超凡者实力的 应该就是这13人 实力高低不等 那有没有跟我身形相仿的黑桃成员 还真有一个 这下 沁尘知道自己该变成什么模样了 你有这个人的照片吗 有 李淑彤神秘一笑 等会回到18号监狱 就让林小孝给你 两人继续往涌道深处走去 沁尘问道 对了师傅 那些学生游行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会的 李淑彤回答道 会有人为他们保驾护航的 第197章 黑桃A 倒计时16点30分0秒 早上7点半 浩浩商商的游行队伍 已经向北前进30分钟 因为18号城市 占地面积极大的缘故 按照计划 他们在晚上7点 才能抵达第三区 这么漫长的徒步路程 又是寒冷的深秋季节 以至于 游行对于学生们的体力 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然而 他们也正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决心 而且 在沿途中 他们也希望吸引到更多的注意 让整个联邦都关注到 这场游行活动 学生们甚至还希望 通过18号城市这场游行活动 影响到其他城市的学生 让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来 此时此刻 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这里 有人期盼着他们的游行出现意外 也有人期盼着 他们能够成功 发起者们很清楚 这第一场游行 绝对不能出现意外 不然 这刚刚烧起的火就熄灭了 人群之中 大家在组织下 每次经过聚居区 都会高喊起教育改革的游行口号 发起这场游行的上千名学生们 则穿插在其中 推着小车子给大家分发食物和水 食物价格还不错的蛋白棒 水则是矿泉水 不得不说 这次游行活动的赞助非常不错 据说是某位商人亲近家才提供的 不过 游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他们每穿过一个区的时候 这片城区的治安管理委员会 就重新检查一次他们的游行许可 一次合法游行 需要向七个部门报备 光是文件就有21分之多 每过一个区就需要检查半个小时 而检查的时候 游行者就需要站在寒风之中 等待半个小时 这一路前进 总共需要途经四个区 光检查合法文件 就需要两个小时 学生们看着那些 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游行者 忽然意识到 这是有人想要拖慢时间 然后让他们在寒风中分崩离析 有些人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 批准了游行 但他们并不希望这支游行队伍 顺利抵达上三区 游行者们的情绪 渐渐暴躁起来 他们高升对前方正审查手续的 治安管理委员会探员 宣泄着不满 而那些还能保持冷静 学生们则不断安抚着身边的游行者 大家理智一些 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局面 他们希望我们失控 然后许多无良媒体 就会刻意放大这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 一名学生忽然看见 一名游行者竟是翘无声息地 从腰间掏出了一柄手枪 偷偷地描向 治安管理委员会 这名游行者神情中没有愤怒 学生明白了 这根本不是游行者 而是混在游行队伍里 试图破坏正常游行的人 他想要开口阻止 但下一刻 他的嘴巴 竟然被人从后面捂住了 这名学生想要奋力挣扎 但令人诧异的一幕发生 只见那名持枪的游行者 并没有扣动扳机 反而僵在了原地 更令人诧异的是 有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掌 从后方捂住了那名持枪者的嘴巴 不让对方发出一丝哀嚎 很快 持枪者被人套上了黑色的布袋 塞进了一辆运送赞助食物的小车里 缓缓推走了 直到这一刻 捂住学生嘴巴的那只手才松开 学生激动回头看去 却见一名头发疏拢在脑后的年轻男子平静道 不要乱叫 这样会引起慌乱的 可是 学生想说 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而且 他总觉得 面前这男子有些眼熟 好像几年前在新闻里见过 那名年轻男子 穿着黑色风衣 敞开的风衣里 还能看见考究的西装 与金色的怀表 只见男子难得地笑了笑 放心 恒社会帮你们把那些破坏分子找出来的 你们只管放心游行 那些肮脏的手段 有人会替你们解决 听到恒社二字 学生才终于想起 面前的人是谁 恒社 李东泽 可是学生 有点明不明白 恒社不是掌管着地下产业吗 这种人 为什么会来保护游行活动 说话间 李东泽已经消失在人群里 他带着恒社的人 推着20多辆小推车往外走去 每辆小推车下面的货箱里 都塞着一个破坏者 他默默看向18号城市西方的天空 这位恒社的话是人很清楚 那边的18号监狱 今天会发生一件大事 可是 他的老板不允许他去参与 并且命令他 必须留在18号城市里 保护这些游行者 这让李东泽很不开心 结果就是 必须有人为他的 不开心付出代价 游行活动才刚刚开始 今天大家都要走很长的路 就在此时 人群中默默穿行的李东泽 忽然转头 只见一片金银的雪花 落在他的大衣肩膀处 大衣是黑色的 雪花是白色的 彼此之间显得突兀又和谐 李东泽望向苍穹 下雪了 大雪 而游行者们 还要在这场大雪里 跋涉很久 与此同时 18号监狱里静悄悄的 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 沁尘在广场上 看见久违的林小笑与夜晚 竟是激动地上前打招呼 就像是老友重逢 相比第六区 洛神大厦的那间公寓 其实这里 才更像是沁尘的家 而眼前这两位 就像是他的家人 熟悉的阅读区 熟悉的训练区 还有熟悉的餐厅 甚至沁尘在抬头 看到苍穹之上的金属风暴时 都会感觉有些亲切 这种奇怪的感觉 像是在外面 多多转转了一圈 最终还是回到了 自己的主场 林小笑与夜晚两人相识一笑 时隔多日 再次见到庆尘 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开心 夜晚打量着庆尘 攀上青山绝壁了 林小笑乐呵呵笑道 绝壁上去了 夜晚缓缓看向她 少在这给我玩些阴梗 和一语双关 行吧 林小笑晚熄道 夜晚再次看向庆尘 我看了你在拳台上的表现 整体不错 但根基还差很多 希望你给自己制定一个 比较扎实的计划 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非得说修行 林小笑不乐意了 这时 庆尘听到夜晚提及全赛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看向李淑彤 师父 海棠拳馆的江小棠 应该是认识您吧 江小棠 林小笑挑挑眉毛 庆尘看了过去 却发现林小笑又闭住了嘴巴 似乎并不愿意讨论这个女人 怎么了 她有什么问题吗 庆尘疑惑 怎么感觉你提起她的时候 像是被她抛弃了似的 你问老板吧 这些事情我不想提 林小笑撇撇嘴说道 李淑彤笑着解释道 她和林小笑 夜晚一样 都曾是被人遗弃的孤儿 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林小笑他们不太待见她 庆尘恍然 看样子 对方也是李淑彤曾收养的孤儿之一 难怪对方突然让她叫姐姐 甚至为了这一声姐姐 还许诺自己陆地巡航及拳王分红 只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突然放弃了这个念头 庆尘有些疑惑 能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都过去了 李淑彤笑道 小笑 你去找来徐林森的视频 要清晰一些的 林小笑知道 李淑彤想要做什么 没过一会 便拿着阅读器回来 点开后 赫然是徐林森平静地看着镜头说道 本次在荒野上 袭击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行动 由我黑桃负责 但我在这里 也要揭露 联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恶行 说着 镜头一转 只见他身后倒着成片的羚羊 有些刚刚被包去皮毛 那些羚羊的尸体 被人随意丢弃在贪图上 看起来异常残忍 镜头转回徐林森脸上 对方说道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以调研为名离开联邦 结果却携带枪支弹药 猎杀兵威物种 为联邦权贵提供皮草生意 这样组织机构 我黑桃见一个杀一个 沁尘有些意外 他是没想到 黑桃竟然还管这种事情 也没想到 联邦所谓的动物保护协会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下一刻 沁尘的脸颊开始变换 仅仅五六秒的时间 就变成了徐林森的模样 声线怎么样 沁尘问道 林小笑赞叹道 这Ace 005给你 真是给对了呀 老板以前每次变脸 都得忙活半天 看着就着急 老板 我错了 李叔同不耐烦地摆摆手 安排狱警 把沁尘从外面押解进来 准备放他们出来了 今天我先躲在幕后 看到好戏 等他们闹起来了再说 等等 师傅 沁尘问道 你们还没给我说 这徐林森的情况呢 郭虎禅应该很了解他吧 林小笑乐呵呵说道 不算太了解 徐林森神出鬼没的 就连黑桃里的人 都很少见到他 主要是联邦对他 通缉的力度最大 一般见到他 都会出动整编制的军队 所以他轻易不会露面 郭虎禅去年 才从火堂那里得到力量 加入黑桃 所以跟徐林森没见过几次 李叔同认真说道 没事的 你只是比徐林森 身高高一些而已 一般人发现不了 放开了眼 今天 我需要你去把水搅浑 我要看看 18号监狱里 现在到底藏了哪些牛鬼蛇神 好 清晨点点头 然后往闸门之外走去 8点钟 监狱内响起熟悉的广播来 请福星人员 当一扇扇合金闸门开启 监狱内的所有合金闸门 竟同时开启 房间内的囚犯们有些疑惑 他们已经分批吃饭很久了 怎么今天突然一反常态 大家迟疑着走出囚室 一个个在走廊上站定 就在此时 监狱广场的北方 合金闸门缓缓抬起 只见两名机械狱警 押送着徐林森走了进来 下一刻 郭虎禅震惊的声音传来 老板 老板 清晨琢磨着这两个字 心里顿时窝了个大槽 什么把水搅浑 什么看看监狱里藏了哪些牛鬼蛇神 清晨感觉都是李淑同随口编的 其实对方就是想看看 自己刚得到禁忌物S005 会闹出什么热闹来 清晨此时甚至都能想象到 自己师父 林小孝 夜晚此时暗中憋笑的场景 第198章 泱泱的身份 按常理来讲 想要冒充一个组织的人 那就最好冒充一个最不起眼的人 这样被发现的几率 就会小很多 所以当李淑同给清晨说 我需要你把水搅浑的时候 少年默认 大家当时都秉持着一个认真 诚恳 诚恳的态度 清晨认为 师父让他去冒充的人 也一定是基于这个原则 然后从黑桃里选出来这么一个相应的角色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师父真是一点都不诚恳 也不诚恳 谁特么会闲着没事 冒充别人组织的老大 关键是 李淑同 林小孝 夜晚三人 给自己看徐林森视频时 表情是那么的淡定 连浓眉大眼的叶妈 都开始面无表情地坑然了吗 清晨在心里翻涌不停 面上却平静无比 他冰冷的目光 缓缓扫过所有人 却见到广场中三千多人 竟是随着他的目光扫过 一个个将眼神偏离出去 几乎没人敢直面他的目光 光看这些人的反应 清晨就大概能猜到 徐林森是个什么级别 这时 苍穹之上的金属风暴 正在不停旋转着角度 与当初郭虎禅进来时 如出一辙 没想到 一演戏的时候 也是演全套的 整个监狱里 210个摄像头 起码有三分之一都对准了他 清晨在内心里叹息 他着实没想到 大家今天吃的瓜 竟然来自他 身旁的机械狱警 给他解开手脚上的层层镣铐 郭虎禅来到他面前低声道 老板 您怎么也来了 光头大汗的眼睛里 闪着金光 对方明显是有些怀疑 清晨的身份 毕竟徐林森 进入18号监狱这种大事 对方身为黑桃成员 如果不知情 那就肯定有问题 虽然郭虎禅 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了 清晨缓缓打量四周 想找找自己师父躲在哪 万一被郭虎禅发现真相 自己也好赶紧朝师父那边跑 结果 他压根没看到李淑彤的人影 清晨心思急转 他忽然说道 我们发起的游行活动已经开始 如果晚上十九点 游行人群能够顺利抵达上三区 那么 18号城市的警力 兵力都会集中过去 保护财团的大人物 到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束手束脚 郭虎禅愣了一下默默后脑勺 老板 我刚才还以为您是有人假扮的呢 于于对我说 学生游行那边 目前一切顺利 有泱泱带人在队伍里面把控着 应该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清晨内心里忽然松了口气 外人并不知道 这次游行活动是黑桃搞出来的 但他因为认识泱泱 又猜到泱泱是黑桃成员 所以才能说得如此笃定 他提及黑桃发起游行 正是为了佐证他的身份 但清晨刻意没有在这句话里提及泱泱 因为如果他直接说是泱泱发起的 事后泱泱便能迅速缩小冒充者的身份范围 此时 郭虎禅已经相信了清晨的身份 毕竟长相一样 声音一样 甚至还知道组织的秘密 这不是真的老板也说不过去了 郭虎禅摸着光头说道 对了老板 泱泱考察期期间表现还不错 我觉得 可以将他编入黑桃的正式成员了 唯独有一点 最近他的信息反馈不是很及时 当然 于于说他一直在忙着发起教育改革游行的事情 偶尔联系不上也正常 清晨有些意外了 他没想到 泱泱竟然还只是个处于考察期的黑桃外围成员 甚至都不算是正式的 之前泱泱出现在他身边时 他和李淑童二人 就推断他归属于黑桃组织 但是 李淑童查了他的身份后发现 黑桃里并没有这个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泱泱的能力类型 连李淑童都赞叹稀有 百年难得一见 这种人如果真是黑桃成员 为何寄己无名 庆晨和李淑童做完排除法后 坚信他是黑桃的人 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 他是黑桃的底牌之一 藏而不露 第二个是 他加入黑桃的时间可能也并不久 现在看来 他猜中了 郭虎禅补充道 老板 泱泱的能力确实很厉害 这样的人 还是别继续考察了 赶紧打入咱们黑桃吧 庆晨面无表情道 再看看 对了 郭虎禅继续说道 于于说 您打算赶在大雪风山前进火堂来着 他这消息也推不靠谱了 庆晨内心里松了口气 你老板不在附近 那就好办了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今天18号监狱里 藏了太多的牛鬼蛇神 我怕你在里面应付不来 所以就进来了 火堂的事情可以等 获得禁忌物的机会 原来如此 郭虎禅感慨道 还是老板您想的周全啊 虽然李叔同不在监狱 但最近各方势力都安插了不少人进来 我们黑桃也未必占优势 不过老板 您进来就不一样了 这次禁忌物Ace002和005 咱们一起拿 庆晨星说你老小子还挺有野心的 拿一件都满足不了你的胃口 还拿两件 他不动声色问道 我来的路上比较匆忙 关于这两件禁忌物的信息 把最新了解到的信息 给我说一下 郭虎禅低声说道 我怀疑Ace005就是李叔同身边的那只大猫 为什么 庆晨淡定问道 因为那只大猫从不钓毛 老板 我都观察好久了 那猫是真不钓毛 郭虎禅说道 火塘那里也养了好多猫 但那一个个钓毛钓的 我都感觉呼吸困难了 天底下哪有不钓毛的猫啊 庆晨星说 这还真是自己的知识盲区 他以前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哪有多余的钱养猫 所以他也不知道 一般的猫会钓毛钓那么凶 而大幅这种完全不钓毛的猫是多么稀奇 庆晨想了想说道 分析的有道理 但李叔同也有可能把Ace005带在身边 不会 郭虎禅说道 鱼鱼跟我说 有人在外面见过李叔同线身横射 对方与李东泽短暂地见了一面 身边并没有带猫 对了老板 您说 火塘的猫是夏天钓毛 冬天长毛 那人是什么时候长头发 庆晨看了一眼对方的光头 小时候 郭虎禅 庆晨思索着 这里其实有个疑点 泱泱已经确定是黑桃成员了 那他已经知道李叔同的身份了 也知道李叔同在哪 黑桃根本不用通过什么李叔同 曾前往横社 与李东泽见面这种信息来判断情况 直接问泱泱就好了 难道说 泱泱真的在保守秘密 这倒是让庆晨有些意外 对方先是靠近留得住 后来把目标锁定自己 不就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吗 但这女孩获取信息后并没有告知黑桃 Ace002你怎么看 庆晨问道 这个没法确定 郭虎禅摇摇头说道 不过 探听到一件事情 18号监狱里 有个叫沁晨的囚犯曾说过 他之前消失一段时间 是被关进了小黑屋里 那里密不透风 黑暗无光 没有声音 可是老板你也知道 咱们是偷到了18号监狱图纸的 图纸上18号监狱 压根就没设计过小黑屋 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东西 那可能是原本用来收容近纪物的容器 就像禁忌裁判所收容Ace089一样的密闭容器 郭虎禅摸摸光亮的后脑勺继续说道 李氏和陈氏应该也发现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看他们两家应该是 做了两手打算 第一个打算是他们打算强闯闸门 去查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容器存在 第二手打算就是 今天直接申请林小孝和夜晚 从他们口中逼问禁忌物的下落 到时候我们趁火打劫 等他们问出禁忌物的线索后 直接硬抢 这时清晨也明白了 这群人不确定Ace005 Ace002有什么作用 也不确定Ace005 Ace002到底是什么 只是 这些人如果真敢对林小孝和夜晚动手 怕是今天都得死在这里吧 不过 就看他刚才环视一圈时 其他囚犯不敢对视的反应 清晨心想 那些势力会不会不敢动手了呀 黑桃A亲至 其他人心里不得犯嘀咕吗 不对 林小孝与夜晚成名已久 这些人既然知道 二人镇守18号监狱还敢来 那就一定有后手 起码是能应付林小孝与夜晚这两人的强大后手 清晨想了想 便认真地说起了半真半假的信息 且不说Ace005还在不在监狱里 据我所知 李叔同事没法将Ace002带出去的 而且这Ace002的线索 我也有些眉目了 郭虎禅面色一喜 赶忙压低声音说道 老板你有Ace002的线索了 嗯 清晨如徐林森视频里 一样面无表情地回应着 到时候你与我配合 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将Ace002带走 郭虎禅顿时亢奋起来 说完 清晨环顾四周观察着环境 他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他环顾四周 竟是一个熟人的踪迹都没见到 留得住不见了 于俊逸也不见了 连陆广义都不见了 奇怪 所有囚犯都在这里 为何那么多人都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转移去其他监狱 或者一起关了禁闭 可之前李叔同和林小孝他们 也没提过这件事情 就在此时 人群中有两名男子 朝他和郭虎禅走来 清晨能感觉到 郭虎禅浑身上下的肌肉 突然紧绷起来 仿佛有大战将一触即发 他内心叹息 这时候 师父一定也聚精会神地观望着这里吧 说不定手里还拿着瓜果 清晨感觉自己真是太难了呀 第199章 禁忌物S002 却见那两名男子 缓缓走到清晨面前 其中一人平静说道 徐灵森好久不见 随着这两人排众而出 监狱里所有人都停下了自己手里的事情 默默地关注着这边 这里的所有人 都在等着清晨开口说话 清晨看着面前的男子沉默半声 你哪位 男子冷笑起来 早就听说黑桃A徐灵森高傲 没想到竟是高傲到这种程度 清晨内心哭笑不得 他也不是故意显得如此高傲 实在是他真不知道对方是谁 只能这么话感话地往下说了 这种情况下 不知道装知道才更容易出问题 却见旁边另一名男子也冷笑起来 看样子 黑桃A徐灵森应该也不记得我了 清晨仔细打量对方后 沉默了两秒说道 味道半神 不配被我记住 今天之后 外面会把徐灵森传成什么形象 这跟他庆晨有什么关系 对面的男子 面色越发阴沉 你也只是刚刚晋升A级而已 不晓得你哪来的底气 连陈时也不敢这么说话吧 庆晨问道 陈时是谁 周围众人的呼吸 忽然一致 连郭虎禅都面露震惊神色 好 男子突然笑了起来 我会把这句话带给他的 庆晨心中 先对徐灵森说了句对不起 但最关键的是他真不知道陈时是谁 此时此刻 一旁的郭虎禅 心中 升起了无限的荣誉感 原来自家老板这么硬气 连半神之下第一人陈时 都不放在眼里 黑桃的未来 在老板的带领下 一定会一片光明吧 老板 咱们不是要看他热闹吗 但我这会儿 怎么感觉他扮演得游刃有余啊 监狱里某处角落里 林小孝小声嘀咕道 夜晚点点头 小陈都没见过徐灵森 竟然把徐灵森那高傲的劲儿给演出来了 还有过之无不及 李淑彤 林小孝 夜晚三人 站在暗处 默默地看着一出好戏 原本大家商量好了 想看看沁晨手忙脚乱的样子 然后李淑彤这个做师傅的好出手救人 这样 他这个师傅的价值 才能得以体现 毕竟 学生平日里太淡定 确实让师傅很没有成就感 就像是寻常家庭里的母亲 虽然他会唠叨你 不叠被子 不好好注意保暖 不好好学习 但如果你真的事事都做得很好 他却会反过来 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有存在感 李淑彤现在就是这种感受 所以就想给沁晨制造点危机 反正他这半神坐镇监狱 横竖都出不了岔子 只是 现在事情的发展走向 似乎正在往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方向 展开了李淑彤沉默半天 再看看 此时 沁晨对面的男子说道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堂堂黑淘A竟然以身犯险 来到18号监狱 你就不怕李淑彤在这里 把你镇压到死吗 这么多年以来 联邦抓住的超凡者 都会被财团尝试着收编 然后请来最厉害 最昂贵的律师 帮他们洗脱罪名 然后那些被抓住弱点的超凡者 就会消失于公众视野 比如沁晨面前的杜好 谢英庚就是这样 他们已经消失了三年时间 如今却在默默地喂李氏 陈氏效力 但也有例外 比如郭虎禅这样 誓死不屈服的少数人 则会被直接送来18号监狱 因为这里有李淑彤的缘故 其他超凡者 也闹不出什么风望来 徐林森虽然比郭虎禅强 但到了18号监狱 也一样是被镇压的份 所以男子才会这么说 庆辰平静道 大家都知道 李淑彤已经离开18号监狱 就不用说这些没用的话了 若不是知道他已经离开 你们两人敢进这座监狱吗 这段时间18号监狱转移过来 数百人喂的是什么 彼此都心知肚明 对面的杜昊冷笑道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不论你徐林森再怎么高傲 黑桃在18号监狱里 也就几十人 如果你是想独自争夺S002的话 我和谢英跟二人联手 就能坏了你的计划 所以不如我们合作 先抓了林小孝与夜晚再说 你觉得你们配与我合作吗 庆辰冷冷地看着两人 不过他忽然发现 两人隐隐有要动手的迹象 你们配 这话风转折 把一群人都给说懵了 高天牙愣是没明白 徐林森到底是合作 还是不合作 庆辰看向两人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对林小孝 夜晚动手 入夜 谢英更平静回答道 18号监狱里的造乱 渐渐平息 所有人都在等待学生游行 将外面的秩序搅乱 两个看似 没有关联的事情 忽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 这也是学生游行 能被合法审批的原因之一 有人希望 他能够混淆更多人的视线 倒计时14点 距离入夜还有9小时 就在人群之中 几名犯人 翘无声息地脱离了队伍 一个个走进了厕所 他们几人在厕所相遇 但都没有说话 而是分别钻进 不同的隔断中 这些人分属于不同的组织 如今要尽快 和外面取得联系 比如询问一下 上集为何没提起过 徐林森会进来 李淑彤是否在外面现身 学生游行的进展 一名囚犯挽起袖子 然后硬生生 将自己浑然一体的机械臂 重新拼装成一个完整信号发射设备 然而就在下一刻 所有隔断里负责递送情报的囚犯 都发现 他们的通讯设备已经失灵了 根本检测不到任何信号 这座宛如堡垒般的18号监狱 似乎成了一座 独立于18号城市之外的古城 带到周围人群散去 庆辰内心里松了口气 他面上还保持着淡定 因为他知道 此时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 黑桃A轻质 确实勾动了无数人的神经 不过庆辰没想太多 他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水搅混 林小肖之前说过 这次转移过来的囚犯太多了 短短十来天 18号监狱就增加了1200人 这1200人中 有各个组织势力的人 也有被强行转移过来的无辜之人 他们混杂在一起 根本无法分辨 就算李叔同身为 半神想要肃清18号监狱 也不愿意无差别出手 伤及无辜 所以 只有把这一潭死水搅动起来 让水潭里的动物们游动起来 才能知道 这水潭里哪些是吃肉的 哪些是吃素的 想到这里 庆辰带着郭虎禅 默默穿过人群 静止走向李叔同的房间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过来 想要看看 这位徐林森打算做什么 老板 咱们去哪 郭虎禅疑获道 带你拿进祭武 庆辰平静回应道 然而就在下一刻 庆辰忽然走进一间敞开的囚室 从里面拿出一本厚重的书籍 塞进了郭虎禅手里 庆辰神情严肃地低声说道 跑 我掩护你 郭虎禅正了一下 转身就往广场北方的 合金闸门跑去 他虽然觉得 这一切有些突然 但老板 把这么重要的Ace002 交到自己手里 还要掩护自己 逃离18号监狱 这乃是他多虑的时候 刹那间 郭虎禅浑身图腾壁线 整个人如同一头蛮牛般冲撞出去 颇有肿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气势 也就在这时 广场里有近千人 跟着动了起来 其中还有人高喊道 拦住他 别让他把禁忌物带走 把禁忌物给我夺下来 18号监狱里突然混乱起来 一大半囚犯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显得有些茫然失措 还有一小半囚犯 则跟着郭虎禅狂奔起来 人潮汹涌 还没等郭虎禅 跑到合金闸门边上 就有上百人 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都给我滚 郭虎禅怒吼着冲进人群 并将厚重的书籍 死死抱在怀里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竟有十多名囚犯 像是被快速行驶 装甲车碰撞了一般 一个个惨烈地飞上天空 可是 正当郭虎禅勇往直前时 竟有两人面色平静地 从他身后穿插过来 其中那名叫做杜浩的中年人 沉着出手 只见他伸出两只修长的手指 趁着郭虎禅应付其他人时 闪电般探入了光头大汗的泪下 郭虎禅泪下背袭 痛感瞬间传遍全身 连带着双臂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一瞬 下一秒 另一侧的卸银羹骤然出手 握住了书籍边缘 用力一抽 休笑 郭虎禅同波般大小的手掌 死死扯住怀中的书籍 不让对方夺走 双方绝力之间 撕拉一声 禁忌物S002 竟然被撕碎了 所有人纷纷愣住 大家正正地看着天空 一时间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是发生了什么 禁忌物是规则产物 怎么会碎了呢 那么多禁忌物都只能被收容 不可被摧毁 这S002应该不至于如此脆弱吧 这下自己回去 怎么跟自家老板交代 就说自己不如使命 成功摧毁了禁忌物S002吗 真这么说的话 恐怕会被发配到荒野上中苞米吧 早些对郭虎禅出手的渡号 双指伸出 从空中夹住了一片撕裂的书页 上面赫然写着 终年养生手册 这根本不是禁忌物 我们被耍了 谢英庚则怒吼着 看向郭虎禅 然而 他们忽然发现 此时此刻 郭虎禅的神情也十分震惊 囚犯们不太理解了 他们震惊也就算了 你郭虎禅 为何也表现得如此震惊 郭虎禅推开人群 回头去寻找自家老板的身影 但他却发现 那位徐林森已经失踪 但这场闹剧里最关键的是 那些隐藏在普通囚犯里的心怀不轨者 几乎全都原形毕露 第二百章 想骗我第二次 能被徒手撕碎的禁忌物 肯定不是禁忌物 近千人争夺一本书 最后争了一场寂寞 只见那本被硬生生撕碎的书籍纸页 宛如天女散花般飘摇落下 有些飘落在囚犯身上 令他们纷纷不由自主地念着纸页上的文字 他们认真的样子 仿佛在认真学习着中年养生知识 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做打算 原本紧张而又肃杀的气氛 突然荒诞且滑稽起来 谁能告诉我 刚刚发生了什么 纷乱里 有囚犯茫然说道 一名囚犯蹲在人群中 从地上捡起了一张被人撕扯碎裂的纸片 只见上面写着多吃蔬菜 可有效防止中老年人便秘 这都什么跟什么 在这场争夺里 有近千人是听命于财团的 但还有三千多人毫不知情 争夺开始时 他们眼瞅着人群中 忽然有数百人冲了出去 好像要抢夺很重要的东西 紧接着下一幕就让他们看傻了 合着财团安排了数百人到18号监狱 就为了抢这么一本中年养生手册 刚才不是有人口口声声说 要抢夺禁忌物S002吗 这抢的是个啥 杜浩和谢英庚这两位财团高手 骤然看向郭虎禅 你敢耍我们 禁忌物呢 郭虎禅面对那数百双虎视眈眈的眼睛 忽然认真的看着自己手里剩下的职业 你们看 书里说中年人如果早早突顶 可适当补充牛奶 鱼类 瘦肉 这不比禁忌物有用 一边说 他一边向外面挪动着 还没挪几步 光头大汗就又被重新围住 禁忌物呢 杜浩冷声道 今天这是不说清楚 过不去了 郭虎禅无奈地扔掉职业道 我从屋里跑出来的时候 也没说自己拿的是禁忌物S002吧 难道不是 你们自己搞错了 杜浩回忆了一下 郭虎禅确实没有说 对方拿的是禁忌物S002 谢英庚痛心疾首地说道 那你舞那么紧干嘛 我特没也快到中年了 想要好好学习一下不行吗 郭虎禅一句实话都没有 肯定是徐灵森用他来转移大家的视线 然后偷偷把禁忌物给带走了 杜浩分析道 徐灵森呢 谢英庚也没找到徐灵森的踪迹 一时间 所有人向光头大汗缓缓逼去 似乎要弄死他一样 郭虎禅诚恳说道 在18号监狱里杀人 你们不怕头顶的金属风暴吗 而且我要说 连我也被耍了 你们信吗 什么意思啊 谢英庚皱眉道 他们停下了继续逼近的脚步 现在确实还没到最后时刻 所以还不能提前触动 18号监狱的镇压机制 他们在等待入夜 但也不仅是等待入夜这么简单 想要动手 还需要等待一个信号 不然大家都得死 杜浩看向郭虎禅 你说你也被耍了 有人在冒充我老板 郭虎禅说道 刚刚虽然混乱 但这18号监狱进出 都只有这合金闸门 可现在闸门还好好的从未开启过 你要说 我们是商量好了声东击西 那他如何离开 我老板的能力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翘无声息地离开这里 而且 郭虎禅继续道 我黑桃向来重情重义 徐老板也是出了名的重情重义 你觉得 如果那个人真是徐林森 会让我来吸引注意力送死吗 如果我们真在玩声东击西 事实应该是反过来 他来吸引你们的火力 我悄悄带着禁忌物A死 002离开 谢英更骂骂咧咧说道 你就没发现 那人有问题吗 既然你知道徐林森不会让你送死 那你当时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我当时感觉是有点奇怪来着 郭虎禅说道 但气氛都轰到那了 神特么气氛轰到那了 杜浩气地破口大骂 我特么也很生气好吗 郭虎禅说道 当他想起 自己竟然还问过对方 人类什么时候长头发 就感觉骚得慌 就在此时 监狱广场的合金闸门 竟然又打开了 却见门外 一名中年囚犯 被六名机械狱警押解进来 许多人愣住了 因为他们认出这中年人的身份 陈氏 陈宇 11年前 陈宇犯了谋杀罪 当年本能脱罪的 结果背庆氏找到证据 坐实了罪名 硬生生给案进了监狱 判刑170年 这是少数被关在监狱里的财团成员 也在为陈氏掌管着7号监狱内的秩序 算是财团里专门干脏活的人 也是陈氏有数的高手之一 有人曾说 联邦也正是因为还有五家财团相互制衡 每一家都无时无刻 想要将其他几家置于死地 这才给了联邦人民在夹缝中喘息的机会 五家财团无处不在地渗透着整个社会 但只要还有竞争对手在 他们就依然会有所忌惮 如果这联邦里只剩下一家财团 那恐怕联邦法律都会被财团大人物拿来擦屁股 却见陈宇被押送进来后 先是神情淡定地打量着四周 最终在谢英庚身上停下 然后随意招呼道 小谢过来汇报情况 陈宇在监狱里的神情 就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写意 哪怕是从七号监狱换到这里也一样 机械狱警给他摘掉了手脚上的镣铐 中年人活动着自己的手脚 紧接着便发现谢英庚竟站在原地 并没有过来听后拆遣 怎么了 陈宇皱起眉头 不认识我了 您这会儿不该在七号监狱里吗 谢英庚迟疑了一下问道 今天十八号监狱不太平 家里人怕你应付不来 就让我来看一眼 陈宇淡然吧 郭虎禅在谢英庚旁边小声说道 之前那假冒我老板的人 也是这么说的 我要是你就去捏捏他的脸 防着他戴人皮面具 就在这时 人群里忽然有人喊道 他可能也是假的 小心 说话间 谢英庚缓缓缓走向陈宇 然后突然伸出手去 想要捏捏对方的脸颊 还想骗我第二次 却见陈宇平静抬起右腿 闪电斑弹踢出去 饶视谢英庚已经做好防备 还是被这一脚给踹出了二十多米远 活腻了 陈宇冷笑道 哦 谢英庚呕出一口鲜血来 真是陈老板 搞错了搞错了 这一刻 谢英庚骂娘的心思都有了 自己因为那冒充者 竟是遭了两次罪 陈宇淡定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号在一旁落井下石道 谢英庚在七号监狱里 跟了您那么久 竟然都认不出 您是不是被冒充 要我我忍不了 多号服务于李家大房 陈宇 谢英庚服务于陈家三房 这种时候 他自然乐得看热闹 谢英庚还没将嘴角的血擦干净 一听到这话 立马就急眼了 多号你这小人 我看你们陈室才是小人行径 多号冷笑道 李氏大房与陈室三房 约定好不派顶尖高手 结果你们言而无信 陈宇应该早就被押接到附近了吧 结果为了瞒住我李家 到这最后要动手的一天 才把他偷偷掉进来 不用说话这么难听 陈宇轻描淡写地瞥了他一眼 我近来只是以防万一并不参与争夺 多号冷笑一声 这话只能用来骗鬼 真到最后关头 这陈宇必定会出手的 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陈宇平静问道 谢英庚的手下在一旁帮忙解释道 就在您进来的前一会儿 有人冒充黑桃的徐林森 对方一进来就把监狱搞得乱哄哄的 紧接着您就进来了 谢英庚可能是以为对方又冒充了您 而且 我们之前确实不知道 您今天会来 原来如此 那刚才是谁在喊着提醒谢英庚小心 陈宇皱起眉头看向囚犯们 自己站出来 可是 他们等了半天也没见有人赶出来 有一名囚犯说 声音来自自己身边 但等他转头看去的时候 身边已经没人了 众人忽然在想 不会是之前那个假冒徐林森之人喊的吧 等等 郭虎长忽然说道 那个人 应该还在监狱里 刚刚那句提醒 就是 他藏在人群中说的 话音刚落 杜浩便高声吼道 发现陌生人者 奖励十万 可是 他们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 有什么陌生人突然混进来 中间倒是有几个人举报线索 但后来发现 都是闹得乌龙 事情渐渐诡异起来 几千人找来找去 人群中近一个陌生人都没有 其实 别说杜浩等人没找到庆尘了 就连林小孝 夜晚都没找到 就在刚刚发生闹剧的时候 两个人藏在暗处 都快笑吐了 结果等他们笑完 就发现庆尘不见了 老板 庆尘他人哪 林小孝目光在人群里群寻着 眼都快找瞎了 也没找到 李淑同淡定地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他换成自己同学的样貌了 在场所有人里 只有这位师傅 在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徒弟 眼睛都没离开过一刻 林小孝顺着手指看过去 赫然发现 已经被转移去其他监狱的于俊逸 竟一脸迷茫地站在人群之中 小孝顺着手指按摩地币 独开车 mi为转移去